27日张雨琪接近人杨天真发声明宣布其离婚的消息 这是张雨琪的第二段婚姻 面对网友觉得她总遭遇渣男的问题 张雨琪曾在吐槽大会节目中自爆 看男人的眼光确实不行 这个铝蛋呢确实是我非常地来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他吐槽 现在啊我挺后悔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男人的眼光确实不行 张雨琪的婚姻之路可谓十分坎坷 2011年4月18日张雨琪与王权安领证宣布结婚 2014年9月10日王权安因涉嫌嫖娼娼被警方拘留 2015年7月2日晚张雨琪宣布与王权安离婚 2016年10月张雨琪与袁八元结婚 2017年11月淡下龙奉胎 张雨琪曾在吐槽大会节目中自爆 看男人的眼光确实不行 面对网友觉得她总遭遇渣男的问题 张雨琪也坦然回应 我其实过得挺好的 谁的人生没有几个大坑呢 跨过去就是成长 我其实我过得挺好的 现在呢有两个特别好看的孩子 事业也很顺利 人生呢不用强求